接著要來關心的是有一隻受傷的帶妹 6月份誤闖到冬奧定制漁網 取名叫做阿飛 經過海大還有台大輻射動物醫院治療後 病情已經回復了 今天在維港海邊進行掩放 在簡單祈福儀式以及加油聲中 阿飛順利了爬進海潮東 重回到大海的懷抱 讓眾人都興奮不已 這隻重有63.5公斤 長75公分的受傷成體母帶妹 取名為阿飛 6月23號污入冬奧的定制漁網 體力虛弱 肺部發炎 經過海大以及台大輻射動物醫院 細心的照料医治 病情復原 並且在今天在維港海邊進行野放 而為了記錄阿飛的活動路徑 以利海洋生態研究參考 阿飛的背上也加裝衛星定位追蹤器 我們學生在6月23號的時候 那時候去東奧我們跟他們訂製的漁場合作 我們會定期的時候他們有歸通過 我們就會去做一些健康檢查抽血的動作 結果我那學生高個就覺得這歸不太正常 長滿的騰湖36個46個騰湖就很不正常 然後身體看狀況很差 然後就要拉去台大社會院給那個基道法院長的 他的團隊去做檢查 然後當初阿飛來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在海面上漂流了一段時間 然後當初的食慾啊精神都很差 然後我們拍子光跟驗血了之後 發現他有輕微的肺炎 然後消化道有一些就是蠕動比較慢 裡面有一些垃圾卡在他的消化道裡面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慢慢的給他一些藥物的治療 然後讓他慢慢的在我們的住院部復原的一段時間中 他就慢慢的可以恢復食慾跟精神 然後也會排出一些之前吃的瓶蓋啊 塑膠袋的那些垃圾 那我看今天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我們的大妹一定能夠回到海洋 重慶他的生活 那也在這裡就是剛剛陳教授有呼籲 大家能夠尊重生命 注重海洋 注重環保 大飛觀世音菩薩 中人還為阿飛舉辦簡單的祈福儀式 隨後在大小朋友的加油聲中 看見大海的阿飛略帶興奮的心情 緩緩的從沙灘上奮力的往前爬 逐漸慢慢的消失在海潮當中 重回了大海懷抱 讓眾人都興奮不已 也大聲的向阿飛來道再見 一代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